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哥 11月已经过去几天了 而这个月王者荣耀会上线一个新英雄 这个新英雄就是李姓 李姓有三种形态 9个技能 算是有史以来 那个王者荣耀中 技能最多的一个英雄 虽然李姓的技能多 但他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强势 这个英雄也有弱点 今天我给他盘点一下李姓的三大弱点 弱点1 4级前的李姓 是非常弱的 因为4级前的李姓 只有两个技能可以使用 1技能是一个短距离的位移技能 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2技能是一个可以远程攻击的技能 能造成减速和伤害 但是这个伤害并不高 然后李姓 4级就靠这两个技能策划 4级前就靠这两个技能策划 所以4级前的李姓 基本可以跟何达硬钢 弱点2 光明状态的技能太积累 李姓4级 4级以后 然后立马进入那个 那个光明状态 就是需要加大招 然后他的光明状态 1技能也是位移 但是需要蓄力 蓄力之后可以位移一段很远 很远的距离 2技能是一个 也其实是一个 就是需要按住 按住技能 不断蓄力的一个技能 然后他每次速度会往前走 然后三技能也是蓄力 蓄力之后一个三道剑波 三道剑气往前冲 这个威力还是挺大的 但是速度比较慢 还是很容易就躲过的 团战的时候好像效果也并不 不是很好用 因为他没有团控能力 弱点三就是被动状态 切换时间太长 理性四级以后拥有两种形态 如果要在这两种形态之间切换 就需要点击被动 不过这个时间过程耗时太长 且切换的时候不是无敌状态 也就是敌人一样可以攻击你 而你却什么都做不了 这个最怕的时候就是团战的时候 一不小心按到被动 那个时候就是神仙也就比较短 综合上述来说 理性虽然说有三种形态 也有九个技能 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和一些热门战士比较的话 理性也就算一个中等的花里胡哨的战士 好了那本期就到这里 大家觉得这个理性如何 欢迎来视频评论人 大家认为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下次再来